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蔡米 今天是2021年11月4号周四 现在是下午的2点钟了 中午就餐的我们所谓的高峰期 其实也没有几个单 已经卸下来了 下午的夜还没那么快 所以说我现在就有空 出来外面给大家录这个节目 其实也是想记录一下 今天早上这边已经酸冻了 我们车上面接到后后的就是有冰 就是门也已经冻住了 就已经是今年的第一次 就是等于是零度以下 昨天呢我安省啊 就那套小镇上那一套房呢 就是已经交房了 给到就是交割了 所以说我在加拿大第一次成为卖主 这次交易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呢在 刚刚接待从国内刚刚过来的新网友来我店里面 所以说就打断了这个录这个视频 我记得跟大家说这个作为卖家卖房子的这些费用的一些开支嘛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需要出的一个费用呢就是说经济费 而这个经济费呢是根据情况不一样是就是讲地区不一样 也是可以去谈的 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五 这百分之五呢 就是你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五要给到给经济人的 所有的价格呢是不含税的 所以说根据各个省的税率不一样的话呢 在安省呢是要出百分之十三的就是百分之五 然后再出百分之五的百分之十三的一个税 就是两项加起来呢就是等于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点六五吧应该是这样一个费用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什么钱呢就是你可能要有律师的一个费用 就是哪怕你是在当地 你也是要请律师去进行这个财产的去很清晰的一些交割 这个是这个费用是不可避免的 我花的是一千三百多块钱这一笔费用 就是律师的费用大概可能是一千三百 我具体我也记不住了 这就是这两块假如说你是全款买的房 你就不承担到贷款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开支了 只有这两部分的开支 然后他会退回你一些什么钱呢 就是因为是你交地税嘛 各个省是不一样的 有的省呢是一个季度交一次 有的省是半年交一次 这是不一样的 而且有的人呢就是愿意一次性全部交完去 反正各个人不一样嘛 但是你买房子你就肯定不可能是这么好的 就是讲你五年以前的这个时候你买的房子 然后你五年以后的又是这一天去卖出房子去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必定会多交了一些地税去给到政府 然后这个时候呢 律师呢就会根据天数 三百六四五天 假如说你是三千六百五十块钱的 那就是他会就是讲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天 按一天十块钱这样退回给你 然后呢假如说你是有房贷的话呢 就是面临着一个房贷的一个就是偿还要 律师会把你银行里贷款的这些这部分钱呢 要先还给银行 而且呢你又会面临着银行的一个提前还贷的一个罚金 这个罚金的比例呢 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二左右 百分之二左右 这个罚金 当然是不一样的 他是根据几个怎么算的呢 我是大概的去问了一下这个银行的这个我的客户经理 他是就是说 因为你我我们这边贷款呢是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锁定利率 然后一种是就是活动利率 活动利率呢可能会在目前来说会更低一点 但是我们贷款呢我们的客户经理呢 当时建议我们是锁定利率 所以说我们是锁定利率的 他锁定利率呢可能会高一点点 但是他以后这几年他都不会变化 就是按照这个利率去算的 但是你提前还贷呢 这个锁定利率跟他这个 正常的利率肯定是有一个价差嘛 所以说这部分你要补回给他的 我们就补回了百分之二 就是你总共贷了多少钱 假如说你总共贷了三十万块钱 是吧 贷了三十万块钱 假如说你是有个百分之二的利率差的话呢 还有还有 还有锁定五年的话 你还有三年没有还的话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的话呢 反正我呢是出了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的这个钱 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这几步费用 没有任何的交易费用 这个交易 交易税啊 是买加出的 就是应该是百分之一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再见